今天我们在谈圆结经 今天读到四无碍字 佛十八不共法 三十七诸道品清净 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 这个四无碍字呢 就是法无碍字 意无碍字 词无碍字 跟乐说无碍字 这个法无碍字呢 也就是所有的法都可以通达 也就是说 这个在种种方面呢 都可以连贯起来的 而不会说有互相冲突跟障碍的地方 意无碍字 是所有的法的义理 都是没有障碍的 这个所谓意无碍字 也可以讲是最深的意义 全部都是通达的 词无碍字 就是辩财无碍的意思 任何一种的这个责难 或者是辩论 他都可以通达无碍 是词无碍字 乐说无碍字 就是呢 他本身呢 在说法当中啊 反反复复的解说 不会感觉到这个 这个厌烦啊 跟疲乏 不会觉得很累 始终这个说个不停 这个说法说个不停 好像是乐说无碍字 讲法讲个不停的 从古至今 到今天还在讲 这个好像我们每一次读阿弥陀经呢 这个佛陀啊 都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现正在说法 他从来没有讲说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正在吃饭 从来不停的 不停的说法不停的度众生 这就是乐说无碍字 然后这个就是诗无碍字 另外还有佛十八不共法 这当一个佛啊 是很不简单的 这十八不共法 这个就是所谓不共啊 共跟不共 共 就是共同有的 好像佛啊 菩萨啊 声闻啊 言解啊 共同有的 法 叫做共法 其中有佛的不共法 佛的不共法 十八不共法 就是说只有佛才有的 啊 这当中啊 很多是菩萨没有的 声闻没有的 言解没有的 众生根本就没有 你说我们这个当人 啊 反而容易当 当佛不容易当 当佛啊 他有十八不共法 也就是佛才有的 那么众生没有的 但是不容易当 啊 你看了这十八不共法 你就知道了 生业无私 身体没有业障 他身体没有业障 佛的身体没有业障 口业无私 他嘴巴 啊 没有业障 他没有口业 没有生业 没有口业 意业无私 他没有意业 这意念啊 从来不犯错的 啊 不管他怎么想都是对的 深业无私 他怎么身体怎么做都是对的 口业无私 他嘴巴怎么讲就是对的 无意想 他不会有邪的思想 不会有不正的思想 不会有不正的思想 这是无意想 无不定心 就是说他的心永远就是定的 不会说有心不定的时候 这个都很困难的 每一种每一条都很困难 有十八条 这个只有佛才有的 无不知己舌 无不知己舌 也就是说 他知道如何怎么样子做 他懂得怎么样子做 欲无灭 也就是讲 他所有的这个欲望啊 都都没有了 这个 众善奉行 欲无灭 众善奉行 他所做的都是好的 精进无减 很简单 从来没有疲倦的时候 很努力的去度众生 从来没有疲惫的时候 念无灭 他的这个念头正念啊 从来不消灭的 不会忽然间这个 很认真 那么富人间 他又很很懒惰 一下子正念产生出来 一下子又歪念产生出来 在那边互相这样子 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他没有的 就是永远都是无灭的 会无灭 知会 从来没有少过 完全严满的 怎么样都是 都是严满的知会 他从来不争 严满就不争了嘛 已经严满了 还争什么呢 也不减 就是严满也不会减少 解脱无灭 第十一是解脱无灭 也就是 他已经是完全解脱了 解脱知见无灭 对于解脱的种种见解 他都明白 一切生业随知会行 他的一切的 所作所为的 全部都是有知会 随知会行 一切可业随知会行 也一样的 所讲的话 都是知会的语言 一切一业随知会行 他的意念 他的意识 都是与知会的 知会之过去是无碍 以他的知会 知道种种的法界 跟他种种的 现在过去跟未来 知会之现在是无碍 目前的这个现在是 他也是无碍的 知会之未来是无碍 就是过去是 未来 他都能够通达无碍的 这就是佛的十八不共法 你看 很难 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看了这个佛 十八不共法 我觉得 真的要成就一个佛 实在是太困难 实在是 想一想 学算了 学伙实在太难了 这个哪里能够办得到呢 这个已经到不可思宜的 这种境界了 对不对 无论说什么都是严满都是对的 无论他佛讲什么都是对的 这个实在是太困难了 例如我简单举一个比例好了 像今天下午我去看牙科 牙医师啊 那Dr.CV 另外他的那个护士 我一坐上椅子 他跟我讲 诶 你变了 他说我变了 我说我哪里有变了 我这个衣服穿的都是一样啊 这皮肤也是这样子啊 五官也一样 哪里变了 他跟我讲说 你已经是一个啊 New person 啊New person 是一个新人啊 对不对 他说你是New person 我都想不起 我是什么New person 结果他跟我讲 你把这个 你把那个 那个底下这个浮夕啊 给他 离掉了 我才想起啊 对呀 这护士也讲 Dr.CV 他也讲说 我这个底下这个浮夕离掉 所以是一个New person 我说我是一个New life 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人生 好 那么我就想 你看我从日本回来 下了机场 出了这个移民级海关 我准备让大家惊奇一下 结果 每一个人通通默默无疑 视而不见 看了 都没有感觉到 师尊已经变了 然后呢 隔了几天 我还坐在这里说法 每天见面 吃三餐 啊 大家共同过了几天 我过这几天 我心里很难过 他每个人都看着我 没有人 啊 去注意到 我把这个 这个啊 底下这个浮夕给他 离掉了 没有人注意到的 一直到我坐在上面啊 跟大家讲 大家也没有注意到 其实他讲出来了 以后大家才知道 可见你们啊 从来不关心这个 师尊的 对不对 那随便一个外人 一个护士 一个医生 他都注意到 结果在日本被发觉 也是日本的弟子 注意到了 啊 啊日本呢 是日本人哦 啊 他们几个人围着 他就跟师尊讲 诶 师尊 为什么把这个 底下这个浮夕给他割掉呢 啊 把他一根清理掉 啊 日本人发觉了 是外人 那么 这个 今天出去 这个也是外人 这个是一个护士 跟这个医生 他们也注意到 最不注意啊 最不关心 师尊的 就是 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弟子 会很拼 Blabe 哈哈哈哈 总有一天啊 通通 啊 改变啦 说甚至于我已经失踪啦 你们还想闯你们的话 通通 一无所节 你说这样心里难过不难过呢 怎么没有人问到啊 最重要的 都没有人问 这个当一个佛不容易 你看看 这几天没有人关心我的话 我心理上也会有一点 仗我若失 怎么大家看了那么久 都没有仔细的观察 他自己的师尊 可见他们便不怎么关心 只是表面上而已 这心理上会难过的 那么这心理一难过 这个就是违反了佛的八不共法 这个如来本身 他的情绪永远是定的 你看看这里面 无不定心 无不定心是什么意思呢 他从来心都是定的 不会有什么难过 很不容易做到 像我这个在西雅图说法那么多年 十几年了 有时候我跟师母讲 我土台 我想走啦 我想搬啦 我想搬啦 我觉得很累了 我对西雅图这种灰蒙蒙的天空 暗无天日的日子 虽然空气很好 树木 福都很清新 但是缺少阳光 比较寒冷 觉得有一种忧逸 一种忧逸的这一种心情 这个就不符合佛的十八不共法 你怎么可以讲累呢 这个佛啊 是说法永远不疲劳的 永远不疲倦的 热说你看这个事无碍制里面 热说无碍制 要快乐的说法 永远不停 你一拿阿弥陀经一拿起来看 啊 你看 这个阿弥陀佛还在西方说法 弥勒菩萨还在说法厌说法 永远说个不停 那里如圣燕在沙坡世界 不过是讲了这个 啊 这个几年而已 那你就觉得很累了 你要退 还要退允 退休 还是完全退休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佛很难当 当不成 我看 以后改名叫法光自在人 不要讲说法光自在佛 这个佛很难当耶 它十八不共法耶 深夜无时哦 身体通通通没有业障 口业无私哦 嘴巴没有什么口业的 一业无私 脑海里面想念了 没有一样是错失的哦 你自己想一想 这个意念啊 哪一个时候你犯了这个业 对不对 什么我讲来就 仙人打鼓都有错 神仙打鼓都会打错 神仙啊 像今天早上这活前大功 时终开开 我们那个敲骨 的那个,比丘尼 他好像拿着骨發脾气 呵呵呵呵呵一个 那鼓把他拿起來,砰砰砰砰拼命敲這個樣子 差一點那個鼓做得不老的話就給他敲成一個洞了 他昨天晚上已經睡不好 他說鼓也可以發脾氣了,敲得很響 我說還好那個鼓還是蠻堅牢的,沒有壞 所以呢,這個想一想這個佛法真的是很難為 那麼心要定下來也很難 神仙敲鼓都會有錯 他不是每一次敲鼓都對的 這是我們一個俗矣啊,禮矣是這樣講 神仙怕過,仙人怕過也不對 神仙打鼓都會敲錯的 意思是講說人都有錯的,連神仙也有錯的 佛啊,不能有錯的 以後改名好了 法光自在人 當一個自在的人 比當一個自在佛 減輕很多的負擔 佛有十八 他不共法,有事無外置 事無所謂,有實力 哎,太難 不管怎麽難 我們把它擺成一個目標 努力精進就是 好 再談三十七柱道品清淨 這個深念處 這個試念處了 其實三十七柱道品 其實三十七柱道品呢 這個意思就是講 這三十七種柱道品 所謂柱道 就是幫助你成道的方法 幫助你成道的 三十七種幫助你成道的方法 清淨 也是清淨 那麼這三十七柱道品呢 我唸一遍給大家聽 這個深念處 受念處 心念處 法念處 就是教你怎麽樣子想念 要想自己身體不乾淨 想所接受的都是苦的 想心是無常的 這個想 種種的一切法是無我的 這個就是試念處 那麼第五種呢 從五種到第八種 就是試正情 已經生的惡念 叫他斷掉 還沒有生的惡念 叫他不生 已經生的這個善念 叫他增長 還沒有生的善念 叫他趕快生 這個就是試正情 第九是一神族 這個就是要發言 能夠正入子官 情神族 心神族 跟觀神族 這個是四神族 那麽很精進的去修子官 那麽修這個心柱一處 那麽 觀圓結心 這個是觀神族 那麽就是四神族的意思 到第十三就是信根 第十四是精進根 第十五是戀根 第十六是定根 第十七是會根 第十八是信力 這個前面的到十七 這個是五根 那麽第十七 第十八是信力 第十九是精進力 第二十四是念力 二十一是定力 二十二是會力 這個是叫做五力 那麽第二十三呢 是念結 二十四是責法結分 這個以前我在佛學總說 裏面也有提到 提到過 第二十五是精進結 第二十六是喜結 第二十七是奇結 第二十八是定結 第二十九是舍結 三十是正見 三十一正思為 三十二正乙 三十三正业 三十四正命 三十五正精進 三十六正念 三十七正定 這個是八正道 這個是七結婚 八正道 這個三十七柱道品 也就是四念處 四正情 那麽五根 五粒 七結婚 八正道 啊 啊 加起來剛好是三十七品 那麽三十七品呢 就是說 能夠幫助你成道的 一種方法 都是清淨 啊 如是乃至於八萬四千 佗羅明門一切清淨 這個就是講呢 不但是這些 啊 不但是這些 啊 不但是這些是清淨的 包括八萬四千佗羅明門 所有一切八萬四千種法門 啊 全部都是一切清淨的 啊 這整段的這個經文 啊 這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那麽我們曉得 這個 一切法 八萬四千的佗羅明門 也就是所有一切法 完全是從清淨中所生出來的 由清淨生一切法 那麽一切法 凡歸於清淨 他主要的意思 啊 非常的清楚 那麽將來呢 這個所談的這個清淨 還有很多 什麽一生清淨啊 多生清淨啊 還有十方眾生 言結清淨啊 這個一個世界清淨啊 這裏面有提到的 就是 整個過去的 過去式 還有現在式 未來式 另外呢 還有空間的 時間的 因為講現在 過去未來 就是講時間的 講 這個世界的 就是講法界的 哪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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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法界的 講一生的 跟多生的 就是講空間的 也有空間的 你 因為你身體 處在那個時代裏面 就代表了兩個東西出來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空間 例如我講 說我生在唐朝的時代 這裏面有兩個 東西就產生出來 一個呢 就講唐朝 唐朝就是一個時間 那麽一個就是空間 空間 空間就是唐朝的環境 就是空間 所以我們呢 在做這個邪問 在研究佛法當中 你要記住兩個特點 一個就是空間 一個就是時間 佛法裡面有一句話 講得很好 就是這個 那個穷樹山記 穷樹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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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時間 时间 三计就是现在 过去 未来 这个叫穷术三计 横边十方 十方就是讲空间 所以讲佛法里面 都是讲时间跟空间的 你只要用时间空间去分析 都没有错 我们讲十方 三四一切佛 十方 就是讲空间的 十方 这个东南西北 再化 再两条线就是 一共有八方 对不对 八方在上下 就是十方 三四一切佛 也就是现在 过去未来 就是三四 那么过去 所以你可以讲很多事很多事 未来也很多事很多事 包括了现在 就是穷术三计 横边十方 就包含了空间跟时间 所以讲清净了 也要包含了 穷术三计 横边十方 其实这个在哲学里面 都会提到的 你们研究哲学 你就知道 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时间 那么时间跟空间去配合 你就可以意会到很多种 这个 种种的这些 思考的问题 你就可以清楚跟明白 其实颜结经里面 现在在谈 种种的法 以后会谈到 这个空间跟时间 都是清净 今天就跟大家 谈到这里 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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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